慢生活快娱乐 欢迎来到快点娱乐 9月24日是赌王四方梁安琪 找女何超盈30岁的生日 与往年的生日相比 2020年应该是何超盈过得最开心的一个生日 因为这次生日 她家庭美满 有老公星奇隆 有女儿星千蜜陪伴 还有众多闺蜜和她一起庆生 最重要的是 这一次生日 何超盈终于瘦下来了 回想何超盈过大礼那组照片 何超盈的身形是她老公的两倍 网友都调侃 她可能怀的是双胞胎吧 事实上 何超盈最终诞下一个女儿 小明也很可爱 叫做荷包蛋 这一次生日 荷包蛋已有出镜 虽然脸被挡住了 但是能隐隐约约的看出 荷包蛋肉嘟嘟的小脸特别的萌 生下荷包蛋之后 何超盈也开始积极加入减肥行列 在9月10日 何超盈在个人社交平台上 发出自己的减肥成果 照片之中 何超盈的体型变化 完美诠释了什么叫胖热两人 做图是减肥成功的何超盈 这身材让网友怀疑何超盈剪掉了一半的自己 当然照片之中也能看出何超盈的臀部下垂 看来除了减肥 她还需要多花时间塑形 减肥之路慢慢虽然不够完美 但是如今的何超盈至少算是很匀称了 孕期的何超盈曾经因为肥胖感到非常的焦虑 看到网友评价她的臃肿的身材 说她结婚时胖成球诸如此类的话 她都会非常难过 这次瘦下来 相信大多数人都不会再嘲笑她的身材了 甚至会为她的坚持和毅力点赞 说回这次的生日 最大的亮点便是何超盈的豪华闺蜜团 何超盈的身价摆在这里 她所结交的闺蜜也一定都是肥富极贵 几乎每个闺蜜的身价都是几十亿打底 她其中一个闺蜜严济文 就在何超盈生日时曝光了派对一角 满屏的鲜花祈求 可以看得出来大家对何超盈生日的用心 严济文是中国香港时节集团主席 兼人际医院前任主席严玉玲的女儿 网友对她的印象应该是在2019年 严济文的婚礼 她带着二十几只金镯子闪耀出嫁 何超盈出嫁时四泰梁安琪也送了她不少金镯子 豪门的婚礼虽然奢侈 但是严济文本人却是比较低调的 所以很多网友都不会熟悉这位豪门千金 若不是严济文当天处家 何超盈在她身边当伴娘 可能严济文的婚礼也不会泛起太大的水花 何超盈另外一个闺蜜于婉婉 也自在个人社交平台上为何超盈庆生 还晒出了昔日与何超盈的游玩合照 于婉婉是富商于静渊的女儿 翻看于婉婉往日的社交动态 不难看出余婉婉与何超盈的关系 似乎比其他闺蜜要更密切一些 余婉婉不止一次结伴出席各类社交活动 2019年何超盈与星期龙过大礼那天 余婉婉在个人社交平台发出一组照片配文 人生中第一次当半年的经历就给你了 不止如此她还接到何超盈的笑求 这几位豪门千金每年都会陪何超盈一起过生日 在众多照片之中 有一位豪门千金非常的低调 甚至部分媒体报道名媛圈的名单时 都会忽略掉她 她就是邱永琪 邱永琪是香港老牌贵族 邱德根家族邱是三姐妹之中的老三 文人比较低调 这邱是三姐妹与前一媳妇徐子琪的关系很好 他们经常一起聚会 徐子琪曾经在社交平台上发出一张合照 她还特意把两边的李令颖以及叶静怡的脸都踩掉了一部分 只为了突出她和邱永琪的脸 由此可见邱永琪甚至是邱家的地位 在徐子琪这儿算是高的 只是邱永琪的低调会经常被人忽视 就连豪门儿女门的大合照 邱永琪也只是低调的站在最旁边 摆着略显吐气的姿势 和何超盈 领星儿他们特意凹造型的不太一样 不得不说 何超盈的闺蜜团真是太太强大了 合照之中随便一个人拿出来 都可以联系到中国香港任何一个富豪家族 这些豪门之间的消息也都是很紧密的 大家的人脉也都是互通的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这些话在豪门身上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 光是一个何超盈的生日 都能牵出这么多人脉关系 果然豪门的世界我们不懂 人在一世之中 总会遇到那两个人一个惊艳的时光 一个温暖的岁月 而遇到的第三个人就是跟何超盈牵手一辈子的人 何超盈因为身份的原因经常会遭到媒体的偷拍 然后写一些乱七八糟的文章 为了避免这种骚扰 他被送往英国读书 在英国读书的时光里 除了谈了几场恋爱之外 他的见识对自己家庭也有了新的认识 再加上从小就受到家庭教育 他也知道只有靠自己才能给自己安稳的生活 所以他在学业上从来不马虎 而他的丈夫新奇龙也是这样的人 新奇龙是哈尔滨人 典型的东北大汉 东北人说话直接与何超盈性格相似 何超盈虽是千金小姐 不过何超盈和其他的千金小姐可不一样 他说话直接为人不拘小姐 这种性格很快就和新奇龙打成了一片 相信何超盈能与新奇龙打成一片 不仅仅是因为性格上的原因 跟各自独立 纷乏向上的精神也是有所关联的 新奇龙在2016年被哈佛大学录取 那一年在黑龙江省被哈佛录取的 只有新奇龙一人 高中毕业直接被哈佛录取 可以说是出道即巅峰 在大学期间 他的学业没有荒废 成绩依然优异 除了成绩优异之外 他还是哈佛剑道社社长 打高尔夫球也是一把好手 可以说新奇龙是一个得志体美劳的 全面型人才 这样的优秀青年在大学里 也是备受女生追捧 有消息说 新奇龙在学校里经常被一群女生 围着一起合影 新奇龙这么优秀 自然也会跟优秀的女生在一起 何超盈就是这么优秀的女生 虽然何超盈比新奇龙大八岁 在我们看来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但肯定是新奇龙有种特殊的魅力 深深吸引着何超盈 许多人可能会有这样的猜想 觉得新奇龙娶了个有钱人家的子女 要少奋斗几年 但其实新奇龙家里的条件不会差 首先从新奇龙读哈佛大学来看 就算是普通的工薪家庭 要供家里的一个孩子出国留学 本身就是检举的任务 江湖上有两种不同的传闻 第一种是新奇龙是个普通家庭 靠着何超盈走上了人生巅峰 另一种就是新奇龙家境也很不错 他父亲是一家公司的董事长 虽然何超盈是带着14亿陪嫁 但是新奇龙给的聘礼也只是多不少 不管新奇龙家里条件怎么样 何超盈能够直面自己的年龄 选择比他小八岁的男人结婚 已经是很大的勇气了 何超盈是90年出生的 新奇龙是98年出生的 他们是在2019年结的婚 也就是说新奇龙跟何超盈结婚的时候才21岁 根据他被哈佛录取的时间来算 这个时候的新奇龙还在哈佛留学 而这个时候的何超盈已经29岁了 是不是很多人好奇男女年龄相差这么大 他们如今过得怎么样 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 有可靠消息称 何超盈十月怀胎为新奇龙家庭添丁 这是一桩喜事 赌王何鸿燊还给他们送了一套别墅作为礼物 两个人家庭美满 何超盈忙着事业 新奇龙兼顾家庭 虽然新奇龙没有工作 也不需要去工作 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感情 最后祝福他们能够白头到老 也同住看到这篇文章的人 能够早日找到携手一生的人 共度一生